原本餐厅里的顾客还好端端的在用餐 突然间大家一口气全部冲向门口 仿佛灾难片上演 摩洛哥遭遇60多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灾情 由于这场强震瑞士规模达6.8 深度却只有26公里 地震发生当下摇晃之剧烈 犹如世界末日来临 首都马拉喀什的街道监视器 就捕捉到民众仓皇逃跑的模样 只见一旁的房屋瓦砾突然崩落而尘土飞扬 差一点就砸到正在狂奔的民众 气氛欢乐的婚礼会场上 助唱歌手上一秒还在开心地唱着歌 下一秒天摇地动 乐手眼看不对劲 顾不及手里还拿着乐器 把腿就往外狂冲 原本应该是轻松热闹的结婚典礼 瞬间变成大型逃难现场 还有一个监视器画面捕捉到一名男子 惊险逃过被墙壁压倒的一瞬间 场面触目惊心 令人倒抽一口气 一些幸运躲避灾难的摩洛哥人 回想地震发生当下 人心有余悸 沐洛哥墙镇造成的死伤灾情 持续攀升 地震突然来袭 房屋岛的岛垮得垮 许多民众逃避不及 都被掩埋在瓦礼之下 突然人员也尽力于时间赛跑 密集展开搜救 不愿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来自外国的团队 更出动经验丰富的搜救犬 参与救援 虽然有幸存者奇迹般的获救 但救难团队从瓦礼中抬出的 大多还是民众的遗体居多 许多家属听闻亲人过世的噩耳 难掩悲愤 失声哭喊的模样 让世界各地的人 看了都格外痛心 随着时间分秒流逝 摩洛哥当局表示 罹难者的人数 只怕还会再继续攀升 欢迎新闻黄鱼军综合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